在國立東華大學任教的畫家莊臥龍 睽違將近兩年再度來到乙皮畫廊 舉辦了2022新品創作各展 他展出15件的繪畫創作 透過有彩和複合媒彩 呈現生命在彩色和空間的棲地環境下 呈現出來的視覺感受 展期直到6月26日 歡迎喜歡藝術的朋友可以前往參觀欣賞 在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任教的畫家莊臥龍 自2020年11月在乙皮畫廊帶來變動中的凝視創作各展 今年再度發表新作 七地habitat 2022新品創作各展 同步開放實體與線上展廳 6年前從台中移民到花蓮 那現在已經涉及在花蓮 已經67年了 我的本科系其實 我是從國立台灣藝術大學畢業 然後後來到紐約去念 紐約市立大學藝術研究所 從事繪畫創作其實已經有大概可能也超過20年了 因為我從國中時候就是念美術班 那一路是所謂的本科系念上來 我主要是使用油化顏料 然後還有壓克力顏料 進行所謂繪畫的創作 這一間作品在今年2022年的台南藝博 其實有得到很多的回饋 那很多參觀的觀眾跟參加 其實在這裡面會發現很多那種流水的 流水濕潤還有很多層次的一個狀態 那有趣的是因為是正方形的一個方的一個比例 所以其實這個作品其實從四個方向去欣賞其實也都可以 十五件繪畫創作是2021年至今的新寫 表現生命當下屬處的七地環境 透過抽象視覺風格傳達生命的流動 那這一次展出的作品一共有十五件 有從80號到2號比較小件的作品 展出的一個主要的一個策展的主題叫做七地 那七地的概念就是很像我們在自然大環境裡面 也有各式各樣的生物居住在其中 所以我的作品雖然看起來是抽象 可是其實在裡面可以看到很多生命的特徵跟元素 那會讓我們聯想到自然的一些風景 比如說流水或者是山脈或者是岩石 跟樹梢樹林的感覺 那創作的感覺其實是一種流動性的 它不是一個很具體的說畫一朵花或者畫一座山 那觀眾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或者是從不同的方向去欣賞一件作品 那作品其實你會看到有很多層次的一種變化 那不同的肌理跟色彩在畫面裡面進行一個堆疊跟交錯 產生一個一種流動的效果 那我希望觀眾在我的創作裡面 能夠感受到這種多元層次 而且流動的生命感跟感受 除了油彩還加入複合媒材 讓平面繪畫天真立體的層次感 即日起在椅皮畫廊展出至6月26日 更多參觀時間訊息 可搜尋臉書粉絲頁椅皮畫廊IPGallery 接著掌幫燕華臨時報道